酸甜排骨,我们经常吃,口感酸酸甜甜的 今天这道菜不用油炸,口感酸酸甜甜,配料非常简单 准备食材,两条新鲜的排骨,还有两条朝上的咸梅 先来把排骨焯一下水,冷水下锅 来把咸梅的盒取出来,这咸梅最少要腌制一年才可以吃 来把它剁碎 放在椰子上,没有 再把焯好水的排骨倒出来,洗干净 锅内加一点水,再加一点油,水油炒糖色 先把冰糖炒融过来 可以用冰糖来炒,也可以用白糖来炒 白糖要稍微快一点,看这个糖浆,现在慢慢变浓稠 不停的搅拌,把糖浆炒到这个颜色比香油色还要深一点 这样排骨上色才比较漂亮 来把排骨倒进去,翻炒,又开熟火 再加入开水,水又抹过排骨,把它闷得转烂 把我们刚刚弄好的咸梅放进去,陶油满一点 再来少许酱油 这个咸梅是用粗盐腌制的,比较咸,所以现在不能放盐 煮开后,盖上盖子 转中小火 让它焖半个小时 焖半个小时,这个排骨的汤汁都很浓稠了 现在开大火收汁,可以先撕一下咸档 正常两条排骨,两个咸梅就已经够咸了 哇,看这个颜色 多翻拌一下,避免它要粘锅 好了,收到汤汁粘稠就可以了 上菜,双梅焖排骨 双梅蒸排骨,排骨这样做好口感,双甜,开胃 老人小孩都爱吃 用我们潮州话讲就是,神牛神牛的 回血,刷锤的 来吧 ,来不来吧 这阶段 开小时 开小时